好 大家好 這一顆是Gregory的START 75公升的背包 是準備給大家足用的 會挑這一顆背包的原因是因為它的 背長跟腰圍跟腰帶都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可以使用最多的人 另外它的設計也是 該有的 大家想得到的設計都有放上去 也可以符合很多人使用上的習慣 等一下我們會一一來看 首先在前面這邊是一個有彈性的錢袋 然後它有一個扣子 可以把這個開孔稍微關起來 就比較不容易跑出來 通常這邊會放一些 譬如說雨衣或者是在高山的話 就是放一些保暖衣物 休息的時候要拿就方便 在放登山帳這邊 它有設計兩個環 一大一小 大的是插冰斧用的 那小的就是插登山帳用的 跟大部分背包一樣 搭配這邊有一個固定 障身的一個 拉緊的地方 這樣子登山帳 就可以這樣子固定在這一邊 下面這邊跟大部分的 大背包一樣 有睡袋倉 然後睡袋倉裡面有隔間 那個隔間是可以放下來 就如果說下面這個 我們不用到的話 那裡面是一個完整的空間 就比較好運用 側面有一個網狀的側帶 然後兩條壓縮帶 壓縮帶呢 它可以固定背包裡面的裝備 那如果說背包沒有裝到那麼多東西 它也可以把背包壓縮 讓背包的體積小一點 如果說我們在側帶這邊 有放比較長的物品 譬如說銀柱或者是帳篷 那也可以用壓縮帶 來把這些比較長的裝備 把它固定住 背面這邊頂帶有一個置物空間 然後這邊有一個H2 它就是我們的水帶的吸管出來的地方 這邊是背包的提把 這個是尖二代 就是ロードLifter 它可以幫助背包的穩定 我們可以看到背部系統在尖帶 背部跟腰帶這邊的泡棉都厚實 而且它有做通膜的設計 應該是比較不會悶熱 然後在背部這邊也是一樣 它是做希望能夠讓空氣流通的設計 它的背部系統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它可以做很大幅度的 非常的調整 好 背部差不多是這樣 好 剛剛沒有講到腰帶 腰帶這邊 它有一個口袋 另外一邊也有 所以有兩個口袋 可以放手機啊 行動樑 這一些 前面這邊剛剛也漏掉 它有一個拉鍊 這個拉鍊裡面 它有放一個附贈的魚套 就是背包套 其實背包要講也很快 我覺得 對於初學者來說 會比較傷腦筋的應該是打包 打包之前已經有拍過影片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 有另外一款比較小款的是 Amber 44公升 那這一款的話 其實男生應該也可以背 因為他們都沒有背場的限制 那就是比較小公升數 大家就看需求來租用 OK